那時候抽屜也是為了耍帥 那酒對我來說 那是一個娛樂的工具 煙酒不離手 誰沒有放蕩的過去 其實我是怪寶寶的 我是到了 主治醫師專科醫師拿到之後 才過這種生活 在那以前我真的是非常安分手 當時他認識了黑道大哥 飯局酒局躲不了 下午4點就開始喬吃飯 那大概6點已經在餐廳就定位 後面喝酒唱歌那個後面還有 基本上12點之前不會回到我的宿舍 又有一個什麼 有點品味啊什麼之類的 我就從比較貴的香菸開始抽 所以我不覺得我需要的是泥丁 我就覺得好像自己需要一點點 好像正常是有附加一點東西那種感覺 一個禮拜他還喝五框 那時候真的是越夜越美麗 酒吃肉齡才7年 彩色人生突然變黑白 一開始有狀風或是小狀風 或是神經炎 後來發現一路發現不是 已經是一個腫瘤 而且是轉移 他都跟我說 我叫你恭喜你 再三個月你給我解脫 從身穿白袍的醫師變成了病患 塞腺癌或許不少 但是我是塞腺的扁平上皮細胞 我知道那個治療 一定沒有結果嘛 因為像我這樣子的人都死了 我選擇了 我就把它做下去 江醫師選擇化療 選擇斷開枷鎖 戒酒戒菸戒應酬 我改變最多的是改變我的型態 沒想到四個月後 癌細胞竟然消失了 他用自身經驗激勵癌友 距離死亡可以只剩三個月 從死亡再走回到 健康也不需要很久 四個月就到了 突發中心 不好的問題 報道